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一直有朋友建议我拍一下Costco Business Center的视频 可惜我所在的城市没有 利用这次去拉斯维加斯度假的期间 在Business Center转了一转 简单的拍了一下 就带着大家看一下那里的企业中心是什么样子的 拉斯维加斯的这间Business Center和一般的Costco大小差不多 购物的人流很稀少 除了没有收音台外面的时隔以外 商品还是很丰富的 竟然还有台湾喜福楼的中秋月饼 一盒4粒13块4毛9要比其他的中国超市便宜 还有这个芒果干一袋35.2盎司 11块9毛9的价格和其他会员店是一样的 又看到同一品牌 这个24盎司的水果干就比较便宜 它里面有芒果 凤梨 椰子碎以及木瓜 当时刚好有折扣是6块9毛9 价格优惠很多 还有看到这个很多人都说很好吃的 天妇罗鱿鱼小吃 里面有5个独立小包装 它是由新鲜的鱿鱼制成 不含有添加剂 每一份还含有6克的蛋白质 不过这一袋1.87盎司 打完折依旧是8块9毛9 还是有点小贵 相比之下这个墨西哥特色小面包就便宜很多 这个香草口味的小面包 它是由面粉添加了糖和黄油制成的 样子有点像菠萝包 但是要比菠萝包甜不少 这个一盒4包的饼干小零食 我们买了一份 它的里面有脆饼干奶酪以及小圆火腿肉 在外面旅游的时候给孩子作为午餐 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个在底特律的Costco也有卖的方便面年糕 一大袋内有3包 这个年糕特别辣 吃着也很过瘾 建议不太能吃辣的 最好里面再加一点其他的料 在美国Costco的辣白菜和加拿大的不是同一个品牌 价格要比加拿大的贵 这个一组12厅的星巴克浓缩咖啡 在加拿大的Costco也是没有见过 拉斯维加斯的这间商务中心竟然还有折扣 还有这个品牌的有机咖啡 在加拿大的Costco也是没有出现过 要不是行李太多真想买回来一袋 在拉斯维加斯的这间Costco 我们主要买了很多的饮料 因为那里是干燥的沙漠气候 出门一定要带足水 巧克力牛奶酸奶还是Costco的价格最实惠 这家商务中心也有各种各样的瓶装水 在这里购买要比酒店附近的几个小超市便宜很多 我也在这间Costco买了一些防疫用品 看到这个原价十几元的手套 现在也涨到20多美金了 当然也有便宜的 这个洗手液就清仓特价到4块9毛7了 而且一组两大瓶 每一瓶都是一升 就是这个出门携带太不方便了 这个商务中心也有一些保健品 这个泰诺的退烧药一盒内有6个独立小包装 第一次见到这种包装 感觉就是为零售业准备的 商务中心也有很多清仓特价的商品 这个带硅胶把手的铸铁锅19块9毛7 川莫蒂娜这个牌子的法郎铸铁锅 我在Costco的视频中有介绍过 它虽然不及烙制以及stop的大盘耐用 但是19块9毛7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加拿大的朋友们有机会来拉斯维加斯旅游 可以来这间Costco看一下 地址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栏内 无论到哪里逛一下Costco都感觉特别的踏实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在Costco租车的攻略 这次去拉斯维加斯就在Costco的旅行网站 订购了租车的计划 支持Costco租车网站的公司是Budget 是一间非常大的租车公司 如果单独在拉斯维加斯的市区旅游观光 其实并不用租车 但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周边 有很多自然的风景 比如大峡谷 红颜公园以及死亡谷都需要驾车去 虽然也可以参加一日游的旅行团 但是我强烈建议自己开车自驾游 所以从Costco租车就比较方便划算 我对比了几间租车公司 Costco的价格无疑是最优惠的 我们一共租了7天花了388美金 Costco给的计划没有公里数限制 还可以增加一个司机两个人轮流开 我们所搭乘的班机到达拉斯维加斯 已经是凌晨12点了 坐机场的接驳巴士很容易就到达了租车公司 办完一些手续后就去提车了 我们这个价格拿到的是现代的SUV 拿到车先在周围检查一下 把车上有的划痕要记录下来 这样等到还车的时候 这些划痕就不属于你负责的范围 这辆车很轻开着非常的舒适 但是在拥挤的旅游景点停车也很方便 租车的价格不包括保险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公司所有的福利 或者是有的信用卡所带来的租车福利 来选择购买 在美西驾车旅行 我们这一路开了2400公里 漫长的旅途也不觉得寂寞 因为路上也全是风景 有关的旅行详情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和大家分享 回来之前还车也非常方便 直接将车辆开回到租车的停车场即可 租车公司是24小时营业的 无论你什么时候提车还车都没有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跑到Costco去提车还车 还车的时候要将油箱加满 否则需要付一个额外的费用 工作人员将车里里外外检查一下 确保没有问题 就可以搭乘租车公司的接驳巴士 去机场等候飞机了 这次从Costco租车的经验非常棒 租车的链接我会放在说明栏内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